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武器都是孔帆座他们从海上越南渔民哪里购买的 而且还有大量子弹 孔帆座连续打光了两个弹侠以后 与拿着五连发猎枪的歌舞厅看场子的赖载爆发枪战 最后 孔帆座他们从后门追上歌舞厅老板 徐老板则早已进入小汽车开动起来跑了 只留下了几个小弟 遭到AK四骑凶残的扫射 这一夜 徐老板的十一名手下死亡 另外还有九名无辜群众不幸死亡 还有多人负伤 展开全文随后 孔帆座团伙就隐藏起来 甚至孔帆座本人还做了整容手术 在1994年至1995又连续作案 绑架勒索负伤 到1996年 孔帆座团伙成员基本全部逮捕 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光是枪支就有三十多支 但是并没有抓到孔帆座本人 他与他的女友 一个发郎小姐 逃到了发郎小姐的老家重庆 而且在临走的时候 使用西九式冲锋枪 打死了六名与他有仇的流氓 1996年3月 孔帆座与情人 还有情人的儿子 就租住在重庆万东镇的一个村子里 7月与孔帆座有联系的林绍新被捕 很快警察就定位到孔帆座就在重庆 虽然便衣警察早就监控了这所房子 但是为了不误伤无辜 决定采取智取 在11月27日下午 便衣警察已是房东朋友的理由 一起进入房屋院内 一起打麻将 随后 房东喊孔帆座的情人已来打牌 就在这个时候 孔帆座下楼过来 给情人送钱的瞬间 警察一拥而上将其逮捕 还在孔帆座床下 发现了一把打开保险的五四式手枪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盜